歡迎回到第二節的講述阿翠邦 不知道是何時開始 由肉記的抵躍變成水深抵躍 所以第二節我們仍然繼續講述阿翠邦 話說就是這樣 雷公和黑骨龐都說要幫八大罪報仇 雷公是這麼說的 雷公問黑骨龐是否想報仇 雷公說會 黑骨龐都說會 黑骨龐都說我也是想報仇 雷公是這麼說的 但當我們也這麼想的時候 鍾哥猜中了我們的心意 而他第二個預言就會應驗 我們聯手就會慘死在暴力王手下 旁白是這麼說的 旁白我覺得很古怪的邏輯 他說 鍾哥預言事情真的發生 代表他估計準確 而之後結果 必章應驗 我看到這裡我覺得很古怪的 因為 他在說 鍾哥猜到他們會報仇 即是他猜到會有事發生 對 即是代表 鍾哥的估計準確 即是說 移而之後 即是說結果 必章應驗 即是說他們被暴力王打死 這件事必章應驗 我看到這裡我覺得很古怪 他猜不猜得中 他們會不會報仇 和他們會不會被打死 這件事是沒有關係的 是沒有關係的 現在有人很不奮氣 我沒有不奮氣 如果你堅持這樣想 我都不介意 反正這是你的理解 但按照你經常所說的邏輯 是沒有問題的 為什麼呢 在定言三段論裡面 只要你頭兩個是真確的話 第三個是按著邏輯推下去 都必然會是真確的 他的第一個前提 前提一 就是 雷公和唐哥會去報仇 中了 這個是truth 這個是truth 即是對抗的 而後面那句 就是說 因為 忠哥知道自己的輸贏很慘 他知道大家的實力是去到哪裏 所以你們倆即使聯手都好 是會慘死的 因為 你猜中他們報仇 所以他必然會慘死 因為他一定不夠去打 就是這麼簡單 但是剛才那些 無論是雷公說的話 和龐伯說的話 沒有你說中間那段話 他們必然會輸 因為他們那段文字說的是 因為他 他與我都有些問題 你猜中他會不會慘死 這是實力上的判斷 和你猜中他 有沒有想到報仇 聯不聯手 報不報仇 是沒有必然的關係 不是 他不是說是否必然有關係 例如打個比喻 人有四隻腳 我是人 所以我有四隻腳 我是人和人有四隻腳 可以沒有關係 根據邏輯推論 定言三段論 那我就有四隻腳 這就是推論 但其中有一個前提是不對確 因為人不是有四隻腳 他可以是不對確 那些東西不一定要有關係 但你根據這兩個東西推出 那些才叫定言三段論 我理解到他的說法是甚麼呢 我儘量做一個很接近的問題 例如我預言梁振英下屆連任 他之後會死於非命 而結果如果梁振英連任 不代表他一定會死於非命 不不不不 都是那句 如果你的推論是梁振英連任不了 梁振英會死於非命 那梁振英下屆連任不了 所以他會死於非命 這個邏輯推論是對決的 回去看看書 如果不懂 說真的 這個推論是對決的 但是那句說話可以是錯的 但是那句說話可以是錯的 那句說話可以是錯的 那個推論是沒有問題 那句說話可以是假的 說完 說完 我回去看看書 因為我都覺得口論有問題 就是對抗和那句說話是真假的問題 跟你的推論是沒有關係的 如果你看到李天明的COS 你沒有理由看過 因為他有說過 因為我看到這裏他很古怪在於甚麼 因為他這樣看他的文字 意思是因為中國估中了 他們會報仇 所以他會死 所以他之後說話必然是對的 他是這樣說的 大哥他是這樣說的 不是 因為你看漫畫 不是只看這句說話 中國說了甚麼說話 就是暴力王已經超乎你們想像 他是真正的魔鬼 聯手這個想法 只會累死你們死得比我更慘 而這句說話是一段遺言 這段遺言是棠哥和雷公已經看了 那他怎會推不出這段話 但是他不用說得那麼複雜 其實就是說你們不夠打 我們正在爭論 我們正在爭論 在漫畫中他這樣寫 是否準確和合理 而在這個推論裡 他是做得到的 因為你看回那個龐白的同一架雷公 是這樣說的 是他說他第二個預言就會應驗 因為他估中了他們的心意 即是他們會去報仇 所以他第二個預言會應驗 但這件事沒有必然關係 他可以好打過他的 他可以好打過他的 如果中國也知道自己不夠 即是中國也猜到他們兩個不夠打 他們兩個怎麼可能不知道自己 因為這兩個人不是憑空的 他們是有判斷力的 不是這樣說 中國猜得中他們會報仇 和他們有沒有實力去打人 武力王是兩件事來的 有關係可能是兩件事來的 如果他們沒有關係 如果他們沒有報仇 和死不死就沒有關係 是因為中國知道他們兩個有什麼實力 就知道他們兩個聯手 其實正在死 所以才有那兩個推論 為什麼他覺得 你兩個聯手去報仇 就會死 因為他覺得你們兩個根本就不夠打 如果你們聯手就會死 即是很簡單 我說一句一模一樣的實力層次 你剛剛跟美斯提完球 然後跟我說 美斯的實力已經像魔鬼一樣 兵之 萬忌 你們千萬不要和他鬥球 如果不是的話 就輸得更慘 會比我輸得更慘 而你和他鬥完球 然後你又猜到我們兩個會和美斯鬥球 那我們是不是會輸得很慘 當然會輸得很慘 對不對 因為你了解我們兩個 對 美斯的實力 對 但那段 但是那段 我猜到你會想和他鬥球 我猜到你會想和他鬥球 所以你會輸得很慘 因為最初是我慫恿 我慫恿了和美斯鬥球 然後他鬥得很慘 然後他鬥得很慘 底褲都回不起來 那句話就是 我猜到你會想腿鬥球 所以你會輸得很慘 但這個是沒有因的關係 不不不不不 我或者改一改你剛才說的例子 我和施浪說 我和美斯鬥完球 不不不 sorry 那個case應該是這樣 你千萬不要和美斯鬥球 你如果和美斯鬥球 你會輸得很慘 我和施浪說 但是 那是因為你和施浪的距離太遠 而鍾哥很明顯是猜到 他已經知道你的比喻是你不自量和施浪說這句話 而鍾哥是知道他不是和棠哥和雷公有這麼遠的距離 我想說其實鍾哥是認識他們這三個人的 那他也認識斯朗 我都認識他 我都認識他 因為他們是認識的 知道他們會做什麼 我認識你性格 我知道你一定會想報仇 但你不要報仇 你不夠他打 你死了 所以說話是沒有問題的 那個推論也是沒有問題的 That's it 那我們先說一下另一半 好嗎 我先說一下 都說說一下 咬謝幫是最有心度和最有好聽 和最有學術價值的動漫節目 小朋友一定要繼續聽 快點播給你的女生聽 小時候就要學邏輯這件事 好 然後鏡頭一轉就去到真秋哥那裡 他轉了台 他說秋哥就跟他老婆說小燕 小燕就說阿武他吃了這餐酒 然後阿火磨了 他轉了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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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來 後來秋哥就跟火舞私人說 我們搞正的老虎 我就和你一起回去香港 誰看了今期火舞 什麼事 只有我們幾個 這麼凝重 你這麼凝重 還是沒有看 都說火舞是一本好書 知不知道為什麼葉之秋要叫葉之秋 知不知道為什麼 一葉之秋 知不知道為什麼 一葉落兒之天下秋 未夠準確 本懷南寺的雪山訓話 見一葉落兒之碎之秋 送的唐庚的文錄也有首詩 山增不解掃甲子 一葉落之天下秋 嘩你看看 你現在 火舞遙陽可都說要給小朋友看 有沒有開笑給女兒看 是呀 就的了 就的了 有無的暴龍 又未跟你女兒說 然後邏輯今期又說 詩詞歌婦又有 正所謂學管中西 偷瑞申 但他把兒子的名字倒轉來解 一飄 為什麼飄一葉 我不知道 會知道偷天道 知道他爸爸是誰 但我推論不到 這個就真的不知道 為什麼火舞會認為 不是小燕自己說的 不是火舞的下面火舞那裡 就是想 兒子跟爸爸一樣 成為一個偉大的大人物 其實葉一飄一塊葉 就知道秋天道 我想解決我的看法 好 飄一塊葉 那塊葉應該死掉了 變泥土 沒有變變 其實這個意思就是 如果他死了 他爸爸會馬上來跟你報仇 應該是這樣 會不會好一點 會不會好一點 我又不知道 你知道 所謂碎身就博大跡森 跟中華母學一樣 我也不知道 總之就是 因為他也是說 一飄就跟 我覺得他跟方東星 方的站我改名叫做 請坐 請嗎 請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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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沒有看 因為我沒有看無線 因為站我經常站 所以想好好地坐下 即是再坐一回 是一樣的 原來是這樣 沒有分別 所以我覺得 其實葉思秋的名字是可以解到的 但葉一飄是解得很面子 所以說 《洞廢》是最好 最有學術價值的動漫節目 但一提到詩詞歌虎 還是要找少生詩詞 葉一飄真的解不了 很難解 為何是葉一飄呢 葉飄飄可以嗎 葉一飄 為什麼 改名叫做一飄 是想他跟老爸一樣 成為一個偉大的大人 對 是有什麼分別 我經常想我飄飄 只能成樓 就是飄飄 即是 你一葉之秋是以小見大的意思 對 葉一飄就馬上想到秋天 想到秋天就想到他爸爸 想到他爸爸就要跟他做一樣 秋天就想到黑暗 我 想到秋天就想到黑暗 對 對 就想到地獄 對 難一點 隔了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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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義父 也是義父 想到刺藍 你想到秋天可以想到白千鈞都可以 對 對 對 錯了 好 那我們就說回National Geographic 接著 秋哥就說 跟火舞回香港之前 就要先搞正東北虎 為什麼呢 他有幾個原因 他首先就說 沒錯 我不可以令我老婆身處危險 也接受到 他第二句就好笑了 他說 他就說 維持山區的自然生態 是我的責任 山區的自然生態 就是老虎會捉馬來吃 為什麼你不讓老虎捉馬來吃 那算不算是一種自然的生態呢 我想問 我想問一下秋哥 秋哥 老虎又不吃了動物 可以吃什麼 然後呢 你說那些生態 他說那個農場 吃齋 吃齋 去定位置出家 叫他東北虎 哈哈哈哈 不讓老虎吃東西都給他幾筆人道 你孤物論他是不是猛獸一隻 不讓他吃東西 不讓他吃東西 不讓獵食 你是蝙蝠俠姐 你也不是那麼餓 為什麼你不讓人吃飯 他還要說農場的動物不是他養 是他自己走過來的 即是說那些動物知道這裡的黑社會 大佬趙 走過來被爛 老虎沒東西吃你就說他 攻擊我的猛獸 是不是有些不公道呢 還有我 仍然是要強調的 東北虎是一隻貧林絕種的動物 如果你要維持這個世界的生態平衡 你不應該找馬 找兔子去塞老虎吃東西 而不是想殺了他呢 嗯 他不想破壞自然生態 哈哈哈哈 他現在是自然生態 我想他在大陸住得久 感染了一些共產的氣息 他想維持這個地方的生態 但以我為基準 我的基準就是 這裡人不讓老虎 他是不是看錯了這隻東嬰武虎 東嬰武虎 東嬰武虎 東嬰武虎的購入是東北虎 是不是看錯了 阿瑜版 哦 是呀 他搞錯了 他搞正東北虎是有暗餘的 是嗎 現實上 和師傅對著幹 那大家都和師傅對著幹 你想想排四 你說什麼 我說排四 排四四一八大將 排四個坐管不見了 沒有出現 完全在臉房裡見不到 只是見到家屬 悲痛的 當日你想想 韓濱也是死了八件 韓濱如何 韓濱立即拿一把槍去找大東報仇 再叫大帆和座維 去遠道重陽 去台灣搞正山雞 你看看 反應相差很遠 很明顯 古惑仔 韓濱是比較愛 愛 愛識這些人才 排四個坐管 叫什麼名字 排四因為他選過幾次坐管 我對上一次看的時候 說剛剛選好那個坐管叫大登 但不知道是不是他來 大登 大登 即是他要選擇 即是說不知道是男人 一個有鬚的馬鈴 有鬚又不一定是馬鈴 你也有道理 但他是有鬚也是一個馬鈴 我用定然三段論 有鬚又不一定是馬鈴 聽眾指證了你 不是 我先檢查一下 我已經回覆了 然後 排四 他很古怪 我看到我上次的吉書位置 他多數只是 八個裡面只有孝哥是出面 其他人都不知去哪裡 坐管也不太關心 所以我覺得黑骨堂也是一個混蛋 你應該是幫孝哥報仇 不是幫孝哥報仇 我肯定他跟孝哥是熟過孝哥 那麼多年 是 當年踩進去尖東 即是指火空年代的時候 好像孝哥拿棋 但是現在他完全不記得孝哥 只是記得孝哥 New Kingdom 都說了嗎 好難說 剛剛我想說的是 我應該這樣說 鍾哥那種假設不一定是對的 他的假設可以是不對的 但已經是對的 他說暴力王一定能打贏 雷公和黑骨堂的假設不一定是對的 只對他們會報仇的假設 這三段論不必一定要最後所有事都是真的 如果中間有一個前題錯了 有一個結論就會錯 就是這麼簡單 我想說 其實內容沒什麼特別想說 不過我有一格 或者叫兩格 我很想說 話說第十六十七頁 九尾湖在那場千人大戰之前 他想滾起佐敦哥一起參與這場大戰 所以明明之前和李承克一起 李承克早點休息 即是綠武炮賽李承克早點休息 然後早點休息 他過了隔離房間 找佐敦哥聊天 有意無意露出一些東西 然後引起佐敦哥的性慾 然後就打招呼 第十六十七頁 打招呼 脫衣服 打招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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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沒有試過玩到這樣 穿衣服 通常沒有理由打招呼 打招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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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我真的沒有見過 無論是親生的經驗 或者是看AVM 都沒有見過任何一套劇情 是玩玩一下穿衣服 在看影片方面我不是真的有很多經驗 我也有看但我不是有很多經驗 所以我真的沒有見過 如果大家有 大家有 一些搞搞事情 會穿衣服的影片 麻煩 坐我媽媽 你說了 他四圍派帽 四圍派帽 隔離湖 他戴帽 很正常的 搞搞呀穿衣服 我真的很驚訝 我真的脫了 冷靜 冷靜 唯一的解釋就是冷靜 因為他之後都會穿衣服 我知道什麼原因 因為他剛剛做了一個 那些是叫做初戀的動作 如果他不穿衣服 是不是那個尺度 打亡他 他的級數會再不打亡他 他平時都打亡他 不不不不 我想那個問題是 如果你想他穿衣服 你怕會有這樣的問題 你說隔壁不要脫上衣服 不要脫 不要脫下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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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問一問他 我想說古華仔的藏器 通常都會脫下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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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也不是不打隔 他有時候都會打隔 你只是不可以露電梯 露兩顆電梯 不可以露電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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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就打隔 不可以露電梯 今次他有一個處理 是用樹藤捲軟 但這個意識做得好 那個就是捲了老樹盆筋 一來 而且他的意識是說 只要掌握了你一顆 我就掌握了你的人 即是說有一格是佐敦 中間大波波的東西 佐敦你屠得了嗎 可以播放張國榮和舒奇的MV 那首歌 叫什麼名字 怪你國榮 對 整個心思都在這裏 那一格就是佐敦 只有佐敦 只有佐敦 扯旗 波爺當然扯旗很正常 但我沒試過波爺不扯旗 你不是有這樣的經驗嗎 你無能到這樣的地方 通常是瘦才會這樣 你就是被人弄那個 好像熊布問你那些問題 熊布問你那些問題 你是否想回答一下這些問題 不用 我通常都是做吉人那個 我沒試過被人吉 有些應該是樹枝的物體 樹根的物體 樹根 原來是樹根 卷著佐敦仔的 綠狗 我們說得很清楚 這個興奮的下體 這樣 他已經說得很清楚 你又再模糊 興奮的下體也不清楚 興奮的下體也不清楚嗎 比綠狗 不代表我不清楚 因為綠狗不必一定興奮 但興奮的下體便知道是甚麼 沒有排他 只有排4 這個邏輯可以嗎 排4實在是一個傳奇的字頭 你說完甚麼 我算打斷了 沒有說話 打斷了你腳 我想說這件事 哪件事 最後不是說他們霸了 三聯和熊兄霸了那個地盤 話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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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突然說 雷先生 那方面的利益 要佔兩成 不是代表雷先生 代表省政府 要收回抽水 不要緊 然後 過癮的是 應該是下期預告 說 哇 耀陽真是一個很聰明的人 不費吹夫私力 就拿了兩成的利潤 跟他的致謀其實沒有關係 還有那些利潤不是他的 我當你就算是 你做中間人 你也是因為你認識那些人 跟你有沒有聰不聰明 沒有關係 是人物好 我們看五億貫 那些就是收租佬 收租佬很下線 即是收租佬 他就是不頑皮疙瘩 他就是不頑皮疙瘩 座直一點 對 很低層次 那最後你也被人叫收租佬 雖然他也是要扶著 阿拉格 批著阿拉格 在這裡走路走路 又多聰明 你見到牛佬 他現在經常想說 耀陽的兒子這個又聰明 那個又聰明 但本身那件事其實不需要很聰明都做到的 而他很多時候那種阿森Sir也不一定是對的 對 他告訴我 耀陽的兒子很聰明 聰明到只是這樣 人家說你聰明豬 你聰明豬不只是聰明豬 他不解釋這件事 原來你講這些話是這樣的 原來是這樣的 從來都是罵人的口段 有獲得到 今天的動詭真是 從來都不是聰明豬 很精彩 邏輯文才 文學 文學 Viti Godf 不能夠做 哪可能不讓他們聽 我想不到為何聽眾會不分享我們的節目 你明明豬為何沒有 你試試去Straight去BB Kingdom 這件事讓你或者你太太做 教育電視會識味 因為有動費 對呀 我們教育了十年 教育電視會識味了十年 不過下期的封面 我覺得是很美的 剪影 還有一些類似 全黑白的構圖 很有屬性 他做得比黑骨堂更漂亮 師傅 那邊哪有畫畫 那邊哪有畫畫 你為什麼要畫畫畫出來 不是 你叫做畫都畫得到 是畫都畫得到 但那邊哪有畫畫 你那邊都是畫畫 這都是畫出來的 這都是剪圖 而且他一些封面和彩圖 有人幫他搜 之前說是抄的 所以他通常的封面水平是不錯的 只不過會不會有提供 一定有提供 對 你相信一下他 可能真的沒有 但是說一下 你說起牛腦 就是古惑仔 剛剛公佈了 熱血少年月刊的血崩女 就沒有辦法連載了 其實我不明白 那時候不是血崩女 是牛腦的故事嗎 還是怎樣 我不是很搞清楚 但是現在鞍華渣又說有血崩女 我猜 可能原本是想著自己連載 但是那邊帶茶飯 那邊有錢 Jack可能跟牛腦說 不如買個版權 所以就給了他 可能一時醒不起來 當時想著自己出的 喝了兩瓣酒 吃了一瓣子煙 兩邊出的想著也不定 也有可能 但總之現在可能 其實應該一定是版權問題 他自己也說得很清楚是版權問題 所以就不能出的 可能當時就想著自己做的 誰都知道原來忘了賣給別人 所以唯有這樣 我猜其實也是這個理由 你沒有其他版權理由 就是這麼簡單 證明黃老狼要買回龍虎門版 其實是一樣的 就是因為其實版權不是你的 你賣給別人 或者在別人身上 你就不能說 就是這樣 我突然想起一件事 本來應該在節目頭上做的 之前有一個 Show me the money的畫版 龍哥剛剛 沒所謂 我也看完 如果大家有興趣 給他一百八十元做抽獎費 就看看他抽獎 那就送給他 大家都沒所謂 可以收幾個 你不說 可能就是第一個 已經很準 第一個 想說的就是 這個概念 龍哥又再玩 不過我不知道這次是 他用了黑漫畫2的概念 就是後面那個巨人打算抓他 但是龍哥在前面跑 但是我懷疑是不能出的 他只可以用你治愈 因為後面的公仔 都不是他的版權 但是如果以龍哥的水平 他照出這些 可能你不久半年出一次 絕對會有人再買 如果有這個價錢 當然也不奇怪 但是都是那句 這些是 小量精品 如果有機會可以 你始終輸才是你暫時最可以 當然周邊永遠都會賺錢 周邊永遠都會賺錢 因為不賺錢 其實你縱觀業界 很多都已經是周邊賺錢 過本身作品的收益 但現在那一晚 依然還是作品本身 高於周邊精神 甚至乎是唯一的收益 對 你可以這樣來 所以 例如牛佬 搞他的股額仔俱樂部 其實都是無所謂的 他也是找多一個方法收錢 如果不影響他的作品 創作 我自己都覺得 也是好事 你找多一些收入 只要不要殺雞腿 就OK了 但好像有人還未出 聽到一些專櫃會員 《天人大見》 有些人不知道 因為他畢竟是一些 影響劇情的角色 他之前說 是吧 這個也沒有所謂的 總之他自己交代了 一個月打完完 我給你錢 就說有這個服務 你不給 你不懂 當然 就是這樣 還有沒有書 我說幾句西遊 有關西遊和神獎嗎 對不起 神獎 我今天就經過 你看看你 其實西遊和神獎差不多 神獎 我今天就在灣仔買 我看到朱布灘 他應該下午才出書 我問為什麼只剩下兩本 龍虎門還有一整大堂 我好奇心問 我問阿姐 阿姐說是真的賣完 不是說拿得少 我又覺得挺奇怪 挺有趣 因為坊間他一出的時候 都有很多比較負面的評語 譬如說 我們自己都講過 神獎描述得不太經典 或者不太好 有些畫面 例如做跨版會比較好 但他有沒有做到 而劇情都去得比較亂 比較趕 但是現在去到新章 因為他已經學了天殘腿 然後就好像一個移動基地 去對付神獎幫 我覺得其實看的感覺 都是舒服的 還有他有些譬如 譬如有很多書 尤其是以龍虎門為例 譬如他出一些勁招 金鐘罩 或者拍殺爪 做個形出來 爪影 掌風 拳影 或者金鐘影 已經是描述了他的招數 但是神獎 都是有些招數對策 怎樣扣著他的手 踢他的腳 或者是怎樣出招的時候 擋 掀著他 然後再用另一招去打他 這些格鬥式的畫 或者譬如我們剛才說 《龍虎門花》版裏 很多不是有真實格鬥 而是拳拳到肉 還有對策的格鬥 其實神獎也是還有的 而且他現在偶爾都洩一些 譬如我們坊間的一些訊息 總之有一些少爪鄉的內容 大家都知道盲小姐那些文様的 我覺得是挺舒服的 不是嫌的 沒人說那是少大中華品牌 或賣銷的uga 我覺得看上去挺舒服的 而且那些故事都適合 雖然二能的異能 這些東西像似的 雖然有點不停的 但這種東西像是搭遲過子 或者是不是發生得那麼好 但是暫時看我做得OK的 之前我也有另一個項目 我覺得救病就是 華小玉那件甲 就是由開頭穿到中段的甲 是比較噁心一點的 但是現在轉變服我就覺得OK 而且多了一些新角色出來 暫時有一個石彈的角色 其實我以為是一些過場角色 沒什麼特別的意思 原來現在變成五王之一 什麼叫五王呢 就是他現在有一個移動部隊 他們是神掌幫有五個人 就是華小玉 有個三絕掌 有個九索菲玲 然後是元彬 然後加上一個石彈 石彈就是在神掌幫 在一個類似鬥獸場的地方 跟華小玉打那個巨人族 原先以為是真的沒什麼意思的 但是原來現在是做到五王之一 那是有點奇怪的 可能真的要 不知怎樣找方法 問別人解釋一下為什麼可以這樣做 我陣掌就是這樣 大家有沒有其他東西要補充 沒有看 沒有人有看 都是我這個死事繼續買 石彈那裡其實你解釋為娘仔也可以 他由開頭 但是娘仔搞笑很多 那你搞不搞笑跟你成為五王 是沒有關係的 這本不是一本笑書 他現在不是要跟著王子華 但是問題 他是一個沒有 好像沒有什麼 不太重要的 所以不是說他 只不過是由他最初 落爛的時候跟到現在 沒有理由 我現在叫做得帥了 我踢向你 大哥我是英雄來的 主角來的 大哥我這回事 我不明刀明腸這樣做 所以就要擺去高位 明明 石彈就是要這樣作用 即是政治分裝 哦 即是給你一個位置 對 一定要給你一個位置 給你一個局長 即是現在派了他做校委 是啊 當然 神掌就這樣 如果你們沒有看就講到這裡 那有什麼書 還是叫馬小姐回來 咦 時間也差不多 那 哈哈 不用叫他回來 不用叫他回來 就叫他走 那時候叫他回來 我們說完 拜拜 暫時就這麼多 有什麼就討論算 我們繼續說吧 好 多謝各位 今天就是這樣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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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